很高兴又给大家拍视频,让我们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首先很感谢网友对我的关注 然后我们今天只说一个话题啊,就是家庭清洗 有很多网友给我私信啊,给我留言说 这个家庭清洗,想了解一下 他就说想了解一下家庭清洗 他没说想了解什么,我也不知道你想了解什么 其实最紧张的一句话就是 你把这个东西学会了之后,那你就做了一个大概的了解 但是我们今天啊,我今天还是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分析吧 首先什么叫家庭清洗 顾名思义啊,对这个致命意识啊 就是洗家庭,对吧 这个能够洗的家庭都可以洗 冰箱洗衣机,热水器,油烟机,空调,饮水机,对吧 都可以洗 这就是家庭清洗嘛,对吧 然后我们为什么要洗 人家为什么要洗家庭 这个家庭时间长了之后 时间长了之后,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比如说空调,它会对空气造成一个影响 洗衣机会对这个洗的衣服进行 进行一个细菌的一个交叉感染 包括热水器会导致皮肤过敏 油烟机,油烟病多了会导致这个风速变小,对吧 都有可能 包括还会往菜里面叠油,对吧 这是包括油烟机的话,还会对人体造成这个致癌物,对吧 然后还会有安全以外,各种情况都有 包括热水器也会有安全以外 长时间,不清洗水够太多了 它会导致热水器加热棒,然后老化 然后导致坏旧,甚至有漏定的情况都有可能 我这些我就补一个一个定器给大家说了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洗夹定,对吧 首先就是夹定通过长时间的一个不清洗 它会对用户自身的一个健康产生了一个影响 包括对他们的安全也产生了隐患,对吧 包括对定器的寿命也会减少 知道吧 当然我们在这里还是定器的寿命其实还不是很重要 坏了之后就换新的就行了 但主要还是对你的健康产生影响 对这个安全产生隐患,对吧 然后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洗夹定 为什么要洗夹定 然后我们接下来说一下家庭清洗的情景 家庭清洗的情景就是 我可以这样跟大家说举一个例子 以前我们买小汽车的时候都不知道要保养,对吧 我相信有很大一部分人不知道 然后现在的话都知道要保养 没有买车的人都知道买了车之后要定器保养,对吧 是一个意思啊 所以说等到这个行业层数了之后 也会 也会啊 有这种群 这个群民也会有这个意思 为什么这样说啊 首先这个 卖家庭的家庭层他们为了搞活动 他们也会卖家庭的时候也会进送免费清洗 用户他就他就知道了,对吧 家庭需要清洗 还有一个就是我刚刚说的 这个家庭已经对用户已经产生了这个影响了 比如说你煮菜的时候往菜里面掉油,对吧 或者是你洗衣服的时候 这种白色的衣服你会越洗越脏 这种各种情况啊 每个家庭都有这种情况 然后包括这个我们清洗师傅 对这个市场的一个宣传 对吧 包括各大媒体 他们的一个宣传 一些新闻报道 对吧 都会啊 都会提醒这个群民的一个意思 包括社会的一个发展趋势 包括群民对这个健康慢慢的重视 等等等等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家庭行业这块 家庭行业这块 当然这个家庭清洗也属于家庭行业 所以说这块的话 我觉得还是情景还是不错的 主要是太累了太脏了 知道吧 可能有的网友 因为我收到一条留言啊 说既然这么累 那你就别做啊 其实我想告诉大家 我只是说过一下 我们这个行业确实很没很脏 对吧 每个行业都不都不轻松 都很辛苦啊 都很辛苦 只想告诉大家 如果说你打算做这个行业 你肯定要提醒准备好啊 然后这个我相信跟大家说这么多 家庭清洗的这个情景 大家应该也 差不多自己应该也有个 一支班截 对吧 然后我们接下来说一下 这个家庭清洗的一个收入 收入的话 其实我建议大家啊 我建议大家啊 还是先做兼职啊 为什么啊 为什么 因为你一开始的话 订单还是很少的 因为这个行业还没成熟 还没有彻底成熟 知道吧 订单很少 所以说你做兼职 你慢慢宣传啊 后面的话 订单会越来越多 然后收入的话 大概啊 这个当独靠清洗对吧 你不卖这个 卖产品给用户啊 或者是 不做其他的业务的话 你单独靠这个家庭清洗 一个月就是 三千到一万的这个 收入啊 大概也就这样 如果说做得好的话 可能也有一万五左右 当然没有别人 收到那么多 一个月好几万 你单独靠家庭清洗 这个一个项目啊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啊 因为你每天的时间 也就这么多 你能够洗的家庭 也就这么多 对吧 而且你还不保证 每天都有这么多订单 对吧 所以说这块就是 家庭清洗的一个收入啊 然后他的投入成本 也不高 也是一次性投入的 两千左右啊 两千左右的投入成本 然后他的收入 我也跟大家说了啊 然后这时候 可能还会有很多网友说 我不会怎么办 我既然都说这么多了 对吧 你不会就学 我之前就说过 任何任何人想要生存 你你不懂的东西 你就去学对吧 人家考大学 还是要学对吧 你做什么东西都是要学的 而且这个真的很简单 很容易学的 只是说你 自己认为很复杂 然后你不想去学 你因为你还没打算 进入这个行业 知道吧 不会你就学 只能这样 因为你告诉我 你不会 我也没办法 我不可能跑过去 你那边 对吧 跑过去你那边教你 然后我在前面的作品里面 也有说过 民费培训对吧 还包吃包住 这个政府有补贴的 对这个某某同城的一个机构 对吧 补贴的 在这里我就不具体说 这个什么同城的 对吧 大家也知道 所以说这样的话 既然有这么好的事情 然后如果说你现在 我并不是说呼吁大家 做这个行业 我只是想告诉大家 如果说你现在没有更好的工作 那你可以做这个行业 因为这个行业比打工要强 知道吧 真的比打工要强 当然如果说你有更好的工作 你还是劝你 先做好你的工作 然后我们也可以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行业 先做为兼职 就像我一样 我现在正在上班 然后我还做着兼职而已 对吧 我还做着兼职 然后收入的话 然后收入的话 我也跟大家说了 收入其实并不是很高 并不是很高 但确实要比打工强 这一点是我非常肯定的 因为我自己就知道 我做这个行业 我自己知道 然后我们今天就 把话题说到这里吧 我相信大家对家庭亲戚 应该有一个简单的了解 应该有个简单的了解 其实没有什么其他的好说的 后面的话主要是 跑业务这块 对吧 营销这块 有没有叮当对吧 这些的话 我在之前的作品里面 有非常多的营销方法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在这里的话 在这里的话 如果说的话就 时间很长了 就没必要再 给大家再说一次了 然后我们今天 就把作品拍到这里